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诸侯狗要发了,大喜特喜,快接福接运才。 人的一生,就是在怀注激情生活,同时以理智自律。 胜败不在一时,得失不在一世,一世之得失要服从一世,一世之得失要服从全欲,个人之得失要服从集体。 生肖猪,蜀猪人由于命宫中急心高照,2024年的运势器由坏转好,积累已久的霉运一网打尽,有必要好好把握。 这可贵的好机遇,工作上的困阻也渐渐消除,并且急心显现,万事大顺。 在这段期间最重要的,是凡事有必要亲力亲为,自求多福,多劳多得。 切勿依托他人,以免日后,将会被人暗中夺取成果。 生肖猴,属猴人在进入2024年之后,逢天贵三核心加持财库,日住之上有财心。 所以事业能和财运两相合,属猴人在进入2024年之后。 逢天贵三核心加持财库,日住之上有财心。 所以事业能和财运两相合。 洪福不断,财源滚滚,职位升迁之后,很快就会有。 升官发财的喜事闻听在耳。 属猴人的运势,为子身六合格局。 所以天时地利与人和皆注定,带来贵运连连。 生财有道,可以留意身边的属属朋友。 其中必有贵人,发一笔横财就是水到渠成。 赚到了钱财不可轻易浪费,更大的好运必将分支踏来。 生肖狗,未来三十年属狗人,将逢贵人相助。 无论是事业场,还是生意场都如暮春风,横财遍地。 加上属狗人在工作上,是社交高手,有助超强的社交能力。 自己身边也有一对,支持自己的朋友。 这个时候,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善缘,不仅不漏财,还能生财遍地。 你属狗人从明天起,就会时来运转。 多财多福,过上幸福的小日子。 人生总有许多憾事,世间万物没有十分完美的。 因此不必为,生活中的遗憾而遗憾。 永远留住一份宁静给心灵。 留住一份从容给脚步。 永远留住一份信念给生活。 留住一份热情给追求。 永远留住一份希望给明天。 留住一份无悔给人生。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属牛。 2024年,一定要珍惜这个人。 他将是你一年的活财神。 在所有属相中,属牛人表现的老实本分。 但做事不懂得灵活变通。 很多时候想要解决问题,不会特别的困难。 会有捷径出现。 只要有人在旁提醒,每个人都会有盲区。 属牛人若遇到了,真心帮助自己的贵人。 稍加提点。 很快就能够平步青云。 那么,牛生肖贵人是哪个生肖? 2024年,属牛的贵人。 是什么属相呢? 属牛一生贵人。 一,属鼠人。 属牛人一生。 最大的贵人是属鼠人。 二,则是六合关系。 无论是怎样的关系。 相处起来,会特别的和谐与融洽。 属牛人形式莽撞。 缺乏技巧。 会认识你。 一个不一个脚印去做。 大部分达到终点时, 果实已经被他人所摘取了。 属鼠人思维活跃。 反应灵敏。 行为速度较快。 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 会把思维散发到关键的位置。 快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属牛人与属鼠人相处期间, 能够快速地完成目标。 二,属蛇人。 属鼠人一生。 最大的贵人为属蛇人。 二则是三合关系。 所以首相相和会相辅相成。 取长补短。 属蛇人的想法跳跃。 行动不定。 无论在工作还是表现。 以及交往过程中。 都给人一种。 不受约束的感觉。 但因为行动缺乏不定性。 所以会给人一种不靠谱的感觉。 属牛人做事拯救行动。 与规律整体特别的克制。 但因为行动缺乏不定性。 所以会给人一种。 不靠谱的感觉。 属牛人做事拯救行动。 与规律整体特别的克制。 缺乏新鲜感与挑战性。 属牛人和属熟人。 成为合作伙伴时。 属牛人的克制力。 能够压住属蛇的人。 逃脱的行为。 让属蛇的人在行动前。 就会提前准备。 2024年属牛的贵人。 是什么属相? 一、属鸡人。 属牛人。 在2024年间的贵人是属鸡人。 二者存在的三合的关系。 无论是运气、能量、三观。 性格都会有互补之处。 若是能够成为伴侣。 属机器人的强势。 会让他们成为主导者。 属牛人负责提供引导方向。 属牛人的沉稳和内敛。 会给予所记者。 携带的安慰与助力。 属鸡人会给予属牛人。 一定的胆量与魄力。 属牛人或给予。 属鸡人依靠与想法。 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倾听者。 以及引导者。 在相互努力的过程中。 会表现的自信与随和。 二、属猪人。 属牛人。 在2024年间的贵人是属猪人。 因为从个性方面来进行分析。 属猪人个性随和。 情绪稳定。 会成为属牛人的得力帮手。 若有贵人的相助。 只要知言片语。 就能够帮助人们走出困境。 这种贵人不好相遇。 还需要看演员。 属猪人比较好相处。 能够及时地帮到自己。 虽然效果不会很明显。 但能够落实到实处。 遇到的话会特别走运。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争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大金狗,注意。 明天属狗人要转运了。 快来了解。 春天的阳光透过蓝天洒落。 万物复苏。 生机盎然。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喜鹊在枝头欢快地叫住。 仿佛是在预示住什么喜事的到来。 贵人将要进入你的生活。 带来好运连连。 属狗之人。 你们的明天将是幸福。 顺遂的一天。 烦恼将离你远去。 你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好运。 第一章。 坚守本心。 善良与心酸。 你们天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时刻为他人助想。 然而, 生活却对你们太过苛刻。 不断地给你们带来心酸与委屈。 你们默默承受。 默默付出。 却总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你们是那些被冷漠对待的人。 是那些被伤害的人。 你们的心太软。 总是容易受到 小人的算计和刁难。 但请相信。 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错。 第二章。 任劳任怨。 默默无闻。 你们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 你们愿意承担一切。 无论是辛苦还是苦难。 你们以一种无私的态度。 去对待生活。 任劳任怨。 默默地付出。 你们从不计较。 自己的付出是否被看见。 是否被认可。 你们只是默默地。 坚守在你们的岗位上。 第三章。 心酸委屈。 迎难而上。 你们的生活充满了。 心酸和委屈。 但你们从未选择放弃。 你们咬紧牙关。 坚持到了现在。 你们遇到了。 太多的挫折和困难。 但你们用坚强的意志。 去迎接他们。 你们是那些被生活。 磨砺得更加坚强的人。 你们的坚持和努力。 将会有所回报。 第四章。 喜事连连。 好运接踵而至。 你们的心酸与委屈。 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主旋律。 明天起。 喜事将会连连降临在你们身上。 好运接踵而至。 让你们享受到。 生活中的甜蜜与幸福。 你们将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 迎接属于你们的辉煌。 第五章。 贵人相助。 幸运之门敞开。 贵人将进入你们的生活。 他们将给予你们。 无尽的帮助与支持。 他们会成为你们的引路人。 带领你们走向成功的道路。 贵人的出现。 将使你们的人生轨迹焕然一新。 幸运之门将因此敞开。 第六章。 烦恼消散。 快乐满怀。 烦恼将在明天离你远去。 你们将迎来快乐的生活。 那些曾经困扰你们的问题。 会逐渐解决。 让你们拥有一个。 轻松愉快的心情。 快乐将充斥在你们的生活中。 让你们尽情享受幸福的滋味。 第七章。 美梦成真。 希望之花绽放。 你们的美梦将逐一实现。 希望之花将在明天绽放。 你们的努力和坚持。 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让你们看到希望的曙光。 勇敢追逐你们的梦想。 它们将在不远的将来。 成为现实。 第八章。 幸福相伴。 人生之旅精彩继续。 幸福将成为你们的忠实伴侣。 与你们相伴一生。 你们的人生之旅。 将被黎明的阳光照亮。 每一天都将精彩分成。 忘记过去的心酸。 迎接未来的幸福。 你们将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第九章。 善良的力量。 传递正能量。 你们的善良和努力。 将永远传递正能量。 你们的精力将成为。 他人的启发和鼓舞。 你们的坚持和付出。 将感染更多的人。 你们是那些无私奉献的人。 你们的存在让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第十章。 未来可期。 幸福无限。 未来将是美好的。 幸福将无限延伸。 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将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回报。 你们的生活将越过越好。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幸福的日子将会。 一一降临在你们身上。 祝福与。 一愿你们的生活充满幸福和快乐。 迎接属于你们的好运连连。 二祝福你们迎接到来的喜事。 快乐时刻伴随左右。 三愿你们的烦恼消散。 幸福与你们同在。 四希望你们的未来。 充满希望和美好。 幸福无限。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大师提醒。 属虎人的后半生将有变故发生。 千万不要大意。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属虎人大多数时候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强悍的。 好像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他们一样。 但如果遇到一些大的变故也是很难应对的。 尤其是在各方面条件都下降的后半生更是会显得艰难一些。 下面一起看看属虎人的后半生都会遭遇什么样的变故呢? 财务失窃。 属虎人在后半生最大的变故就是贵重的财务被盗。 比如是重要的合同、镇宅之宝等,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 另外,后半生的属虎人,有天空降临,会使你做事较浮华不实。 好高骛远,甚至有虎头蛇尾的可能。 建议定定目标时,还是要实际为主。 而且要实时检查,莫忘初心。 面对被盗的财物,就只能想办法再赚回来了。 不能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悲伤里,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整体运势。 属虎人下半生的整体运势,也不是太理想。 尤其是一直很看重的事业运势。 容易出现工作不顺利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收入。 运气欠佳,到了容易破财的年份。 财运低落,就应该开源截流。 避免不必要的话效。 能省则省。 规划好自己的钱财。 以采取稳健的理财方式。 后半生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 比较大。 所以必须重视财运。 否则将会面临更大的变故。 所以必须努力赚钱。 否则将会面临更大的变故。 所以必须努力赚钱。 个性特点。 属虎人身上所有的遭遇。 其实都跟自己的个性。 有很大的关系。 属虎人心思简单。 追求自由。 活得比较潇洒。 富于正义感。 讲道理。 外纲内容。 有组织的才能。 但他们遇到困难。 有时会碍于面子。 而拒绝别人的帮助。 以至于常常陷入困境。 放下面子。 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毕竟很多时候。 面子不是最主要的。 关键还是要让自己心里舒服。 要让身边的人。 开心快乐才是最主要的。 属虎的人幸运物。 银制品在挑选银制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挑选那种。 耳熟的。 或者有人佩戴过的银制品。 因为银制品是能够。 储存磁场和记忆的金属制品。 很多时候。 仪式人的情仇爱恨。 都在银制品中。 很邪的。 但是属虎的人。 因为命格过于阳刚。 则需要银制品这种。 因属性的东西。 来综合自己的气场。 一个崭新的银制佩戴在身上。 瞬间就能够。 让虎生肖的人气场强大。 小小莫青。 还能转眉运。 属虎的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性别年龄。 和身份挑选适合自己的银制品。 但是要注意银制品。 一定要足够精纯。 越纯粹的银制品。 对于属虎的人帮助越大。 越能够消灾解恶。 破除不好的运程。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